这班工人好像挖到了什么东西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具白骨 两个小伙吓得不敢再挖 但胖叔胆子大 一把拔出上面的斧头 结果下一秒 地面开始剧烈地震动 那具白骨慢慢漂浮起来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复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 竟然组合成一个巨大的骷髅怪 他二话不说 对着胖叔吐了一口千年口气 胖叔瞬间就灰飞烟灭 小黑吓坏了 立即掏出枪射击 但子弹根本不起作用 骷髅怪直接上前 一招化骨棉长送走了他 剩下的小伙非常害怕 看着步步逼近的骷髅怪 他从仓库里拿出炸药 可爆炸过后 骷髅怪毫发无损 三名工人就这样全都隐恨西北 第二天 工人的失踪引起了老板的注意 他赶紧报了警 警长大壮赶到现场调查 发现只有一些古董陶瓷 和一把被掰弯的猎枪 并没留下其他可疑的痕迹 大壮只好到附近寻找 而另一边 教授带着三个实习生来考古 他们刚挖出了一根埋葬千年的骨头 就在他们以为要扬名立万的时候 地面再次发生剧烈震动 一个身形高大的骷髅怪跳了出来 教授让学生赶紧逃离 可自己却吃了一剂化骨棉长 接着骷髅怪甩出骨刀 又送走一个 仅仅一瞬间 就有三人领了盒饭 剩下的妹子逃到车上 想开车逃跑 但悲催的是 他根本没有钥匙 顿时感觉非常绝望 骷髅怪慢慢来到车前 他虽然不会打开车门 但猎物就在眼前 他对着汽车吐出千年口气 口气顺着空调进入车内 妹子瞬间化为灰烬 完事后 骷髅怪吸取挖出来的白骨 转眼又大了一圈 另一边 大壮来到附近的土著部落调查 组长解释道 工地那里是不祥之地 他们曾多次阻挠施工 但都无济于事 就在大壮毫无头绪时 工地这边再次出事了 男人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的天呀 居然是个高大的骷髅怪 眼看同伴当场丧命 其他两人赶紧骑上摩托车逃跑 骷髅怪立即聚集附近的沙石 化成了一匹骷髅马 在后面紧追不舍 没想到骷髅马的速度 丝毫不比摩托慢 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骷髅怪纵身一跃 瞬间解决掉了两人 随后骷髅怪回到现场 疯狂吸食里面的白骨 体型变得更大了 到了晚上 土著部落的女老师找到大壮 他告诉大壮部落里的一个传说 在几百年前 部落有六个巫师想要篡位 结果在失败后 被组长当场处决 没想到六人死不甘心 居然汇聚成骷髅怪到处破坏 组长为了消灭这个骷髅怪 亲手打造了一把圣古斧 将骷髅怪封印在地底下 没想到被施工队意外放了出来 女老师怀疑 近日多人无不失踪 很有可能是骷髅怪所为 但大壮是个唯物主义者 对此说法半信半疑 与此同时 一对情侣在树林里约会 男人送出贵重的项链 刚准备求婚 突然周围传来奇怪的声音 转头一看 竟然又是骷髅怪 男人赶紧让女友先跑 自己留下来断吼 但这明显就是送人头 眼看情况不对 女人急忙掏出电话报警 但可惜的是 小树林根本没有信号 好不容易逃出树林 刚想拦停一辆货车 却被赶来的骷髅怪拦住 只见他小手一挥 货车瞬间飞出了几百米 无庸置疑 最终女人也难逃一劫 接连发生离奇的失踪案件 让警长大壮十分头疼 凶手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更诡异的是 案发现场都出现了 被挖开的墓穴 他只好让警员小帅 再去工地核实一下 看看这段时间 有没挖出可疑的物品 与此同时 工地再次挖出了一具白骨 但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 老板让工头把它扔远一点 没想到半路刚好遇到小帅 工头刚想蒙混过关 突然车上的白骨 剧烈地震动起来 布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警察让工头打开来看看 就在这时 身后出现一个身高百米的骷髅怪 两人赶紧驾车逃跑 工头负责开车 小帅在车尾开枪拦截 可子弹打在骷髅怪身上不痛不痒 丝毫不起作用 工头只好踩进油门 想加速撇开骷髅怪 但依旧甩不掉骑着古马的骷髅怪 万万想不到的是 骷髅怪居然抄起了进路 直接挡在了他们面前 工头躲闪不及 错把油门当刹车 从悬崖上掉了下去 两人都摔成了重伤 警长大壮得知消息后 火速赶到了医院 但两人昏迷不醒 不过医生转告了小帅昏迷前说的话 说被一个百米高的骷髅袭击 医生认为这是脑部受伤产生的幻觉 这段话让大壮想起了女老师说的传说 随着事态越发严重 土著部落的族长看不下去了 带着族人来到工地寻找圣古府 但工地老板看到这个阵容 以为他们前来倒市 于是也叫来一队安保人员 就在双方争执的时候 骷髅怪再次出现 吓得众人四处逃窜 安保人员上前开枪射击 但并没什么作用 很快就领了盒饭 骷髅怪掏出两把骨刀 瞬间解决两人 然后呼出一口臭气 老板和助手瞬间灰飞烟灭 就在这时 接到报警的大壮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刚好看到组长被骷髅怪秒杀的一幕 大壮转身想逃跑 却被骷髅怪拦在跟前 他急忙开枪射击 可丝毫不起作用 危机时刻 一个幸存的工地小哥开车接走了他 看着远去的汽车 骷髅怪顿时暴怒 在车上大壮告诉小哥 要想消灭骷髅怪 只有找到传说中的圣古斧 可谁曾想 小哥直接把圣古斧递了过去 说是无意中在工地上捡到的 不得不说导演安排的妙啊 第二天 大壮精心整装一番 骑上白马去和骷髅怪决一死战 骷髅怪很快就出现在眼前 大壮用鲜血献祭圣古斧 接着一斧头飞出 直接命中骷髅怪 骷髅怪似乎非常痛苦 跪在地上不断挣扎 周围的地面瞬间开裂 骷髅怪再次被封印到了地下 危机终于解除 同时圣古斧也随风而散 电影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强大的对手 只要找到了他的弱点 就能轻松把他击败 生活也是如此 关注猫军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